請幫我調教 對不起 目前我理證這部分就沒有多少了 因為有時候 這幾件 不想有一些討論 那個問題 所以我的部分就沒有要放上去 我們上次就要放上去 那有些人講說 到時候要放上去一點強調的心性 特別是技巧這部分 所以下期可能就會把它調整 就是心性 心性這部分 那它可能包括光子講的心災 所以我們做這一篇 光子的心災 下一次就會非常心性理論這部分 另外一個是技巧這部分 那心性這部分就常常一樣 它可能有時候會合理理論 那個 太哲學了 那有技巧這部分 確認有時候會變成有局限 有格局 因為自以為 某一個派別 然後受到它影響 所以我們介紹甚至相關想法 上次上次相關想法也是一個意念 像剛才 那個洪教授講的意念 看了幾個好處就是 第一個不會太無聊 有時候沒有用到幾個方法 你就忘記了 上次是講說 你如果真的很無聊 或者是那個 沒事情做 你就可以兩分鐘想一觀想法 或者是打一個太極拳 但是在打過什麼時候 我個人今天是常常 那個太極拳還沒打 就忘記了 忘記什麼時候打掉就停了 那個 那個瞬間就停了 就跟我們 常常念我念到 不曉得怎麼念 那種感覺 我個人覺得很像 那不是就是我們最後想要達到的目標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它是一個挑戰股價的好方法 是一個培養勇敢大胃基督的一個方法 算你兩個主題吧 前面九節課做一個統整 我們之前提到佛陀的思想 在我個人認為 它是一個心理平安的學問 它應該具有平易性 不管你是多有智慧的人 或者是多平安的人 它應該都很容易就可以了解那個實踐 它應該適用你所有人 那我個人認為沒有刻意的努力 有時候我們求神求佛陀 想要心想事成 我個人覺得可能會失望 比如上次有提到佛陀是很務實的人 他們娶老陀都是比武第一名得到的 那各位有聽過佛陀的祖國被滅亡的故事嗎 有聽過請舉手 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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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世家族被滅了 你看佛陀在世喔 他自己在世 他自己的祖國也被滅了 所以 那就是要世總錯在天 因為佛陀那樣威德利 他沒辦法去挽回 所以我個人覺得 多多很多行為值得尊敬 也值得學習 但是 我們並 是有能力每一件事情都學習 譬如 他在年輕 娶了老婆之後 晚上偷偷溜下來 離家出走 我看這個 大概 我們這樣做會 會造成社會問題嗎 我們都沒有佛陀那種 那種類型 人家大概 小孩教育沒有問題 他走了大概小孩教育沒有問題 他的皇宮 照顧他的 整個家裡沒問題 所以他才有本事做這樣的事情 其他人 大概如果要這樣學 大概都會有家庭的問題 你可能還沒幫助社會 就先給社會知道大問題了 我們弘一大師 家庭背景很好 我們很多 偉大的那個 小博子 他都是 王子之類的 我根本說只有王子才可以這樣 只是 我們應該會 要務實一點 然後 該學習的學習 然後改尊重 我們就尊重他 這一個 佛陀師兄 我真的講 然後 那是一件事情 就是 他就是當純 純粹心理平安的一個學問 那 太極產這部分呢 那我個人認為 他就是一個 身體健康的理論 你 你追求平安的學問 那你心理應該能夠平安 追求身體健康的方法 那你身體應該就能夠健康 你不要 也沒有 注意你的身體健康 怎麼樣維持 怎麼樣去保健 然後你只是 拜佛說 要身體健康 我覺得 那你自己 是把因果 亂連擊 你尋找 心理平安的方法 你就用 心理平安的問題去解決 那身體健康 就用 正常身體健康的方法 那你提倡的自然療法的方法 他可能有 太極權 威家 健康 審視相關的想法 我們以 行處座 為對峙的對象 就你平常 走路啊 知識啊 作息 飲食 都是一個 你要注意的 一個問題 另外你這樣子 而且社會 能夠進步 改革的目標 這樣才符合 整個健康 是一個身體的 心理的 社會的一個完全 安寧幸福的狀態 那 前面九堂 我們到底要上完 今天要上第四堂 那我們要 調查一下 如果 那個 後聯堂 有人確定沒辦法來的 請舉手 後聯堂 沒有舉手 就表示 你應該會來 那 那個 因為我們最後一堂 我們要 書要做一個整理嘛 所以 下個禮拜 要把書全部帶來 我們 必須要先把它集起來 然後 把一套書 完成的書 再找一個地方放 那我們 下個禮拜 看誰能夠提供 最好 早中晚都有一個店面 農人家可以去 去哪 去借 那個 醫院那邊是可以 醫院那邊 只有白天 白天到家都要上班 對不對 所以你要借不方便借 看哪一個地方 只可以 如果沒有地方 我就想說 請那個 診所 好 就幫忙 但是晚上好像 沒看著嘛 對不對 大分會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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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看看 如果有店面 我們這店面 比較難看 如果我們要 到時候拜託 那個事情 請他電話給我們 我們要借一下 把電話給我們 所以 下個禮拜 把書帶過來 然後 我們會整理 最後 最後一個禮拜 把書 那一套 整書留起來 其他多餘的書 就抽籤 今天就抽掉了 然後有一個論卷 那個也是下禮拜 再給好了 除非那個 大概有 有意見 沒有辦法來的 可能就要事情來跟我拿 不然就下禮拜再吧 那我們今天又進入 這個史上的面對 這個地方應該是同一個地方 你看他的建築 顏色也改了 所以這個是 這位小學在年輕的時候 這是他年老的時候 景物都一樣 但是人已經不一樣了 也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 都會經歷到這個階段 從年輕到年老 那之後 就可能要面對死亡這件事情 所以它是一個嚴肅的課題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這裡有哪位學員說 我可以活到兩百歲 三百歲 四百歲 一千歲 一萬歲 有沒有人有這種能耐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武功以下 沒有 那有沒有人說 我明天就要離開了 或者是我現在就要跟各位說再見了 你就不要再來煩我了 有沒有辦法這樣 馬上就了斷你生命 除非出了自殺之外 有沒有辦法說 我要走就走 我沒辦法 所以 每一個人都要遇到 但是 我們是好像沒辦法去掌握它 你看 所以 我們好像沒辦法說長生不老 好像也沒辦法說要往生就往生 那 那問題就來了 那到底我們怎麼樣去死才漂亮呢 這過程怎麼樣才漂亮呢 我自己可以做主嗎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死亡的過程 那 到底 我們傳統觀念說 聖宗 到底它 容不容易啊 那幾本書看過的請舉手 西洋三外山 那個 像 什麼 說布嗎 還有一本叫做 生死迷藏 這三本看過的請舉手 他有看過一本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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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至少有看過就有這種感覺 那三本大概講的是很像 他只是內耳跟廣 其他人應該要找到聖宗去接來看 我想說漏掉了一個人 這應該是一開始就要放給各位看 那一開始就要放給各位看 現在的部分應該是 還在這幾個 應該是還在這幾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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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概沒有時間再看第二次 好 那再看第二次時間還是一樣那麼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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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 了解死亡的過程 我們就先看看 那個 我們目前國內統計十大十一嘛 我們每個自然 既然都要遇到這一件事情 那到底是哪些事情呢 第一名是癌症 第二名心臟病再來腦水管肺炎 好 唐癌病意外的死故 慢性消滅吸道癌疾病 肝病 自殺 聖病 如果沒有意外 大概 我們這邊九層應該都是 十個選一個 或者是選兩個 選三個這樣走掉的 你看 你還挺不住耶 麻煩安歸我一下 師兄 成果要讓你選擇 你要選擇哪一個 可以 如果可以自主 我們剛剛知道是沒辦法做主了 那如果可以做主 你要選擇哪一個 心臟病 心臟病 為什麼 很壞 壞 等一下我們會有其他案例 我們看這個 史大使英 統計 60% 大概快七成 超過65歲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有三成 低於65歲 我們把65歲當作老人 那就三成 不是老人 因為這些 壯人 壯年人 在65歲前 就 死亡了 所以這些人 都應該來上 快劇場的課 因為他都沒有好好照顧自己 健康 莫內教授這本 我們也有買 對不對 看了嗎 莫內教授 不是最後十四堂 星期二的課 他提到說 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 有一天會死亡 但沒有人 把他當作真 我們對死亡都在欺騙自己 我個人覺得他講的太嚴重了 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們是因為不知道他的細節怎麼樣 所以才 不知道可以怎麼做 那 我就 把我經歷過的幾個案例 跟各位 分享來討論 你就知道 那感覺是怎麼樣 有一個朋友 他 目前我苦痛 我痛好久了 他說 我就拜託 我們要找 我們要找名醫 去找原因 後來 電腦斷 他只工一掃 哇 骨頭長 癌細胞 他到底從哪裡 不知道 他已經年輕 到了七幾歲了 老父親本來 不知道原因 反正就痛痛痛 自己試驗過 一直到 癌症這個問題 開刀前我還看過他一次 因為 開刀之後 然後把那個 那個 破碎的組織拿去 做 花園才知道是愛細胞 開刀房之後 我再看他 他被告知癌症之後 兩三個禮拜 整個人就憔悴了 很快就腫掉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他本來是被那個名詞 嚇住了 所以人的信念 無限大 但是我知道 他生活還是這樣過 如果我們都在學氣功 他就那個疼痛的感覺 就可以更低 更降低一點 我們在第一堂 有提到說 有氣感的人 對那個疼痛的預知 就會 不一樣 那另外一個例子是 我在當實習醫生的時候 看見一個 這個阿婆年紀更大 幾歲了 我是不記得他到底是什麼疾病 我只知道 年紀大 他眼神 我去看他說 他眼神還在喔 他是在喘 八十幾歲了 我看他這一定是教養很好的 他兒子 好幾個喔 孫子也都在那個 那個 擔任房 那他的主治醫師 就是他兒子的學生 這樣的人就說 特別照顧就很麻煩喔 我看他 欸 那樣 那樣的年紀 然後 那樣的場景 那樣喘喘的 然後精神就慢慢 失去 這樣走電路是很棒啊 但是 我就疑惑 我們主治醫師 就跟他 掃個操一波說 肺有積水 然後就跟他放一個管子 讓水流掉 欸 稍微不喘 但隔一天之後 也是走掉了 那我們 需要為了那二十四小時 四十八小時 讓身體多了很多管子 走嗎 有一些 那個痛不痛的感覺嗎 我個人在 實習 那個 可能快失明了喔 我那時候就覺得 欸 到底 醫療 應該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喔 所以後來 我看那幾本書 都是在討論這些問題 那我自己有一個 師大的 一個 教授 女教授是台灣第一個 母博士喔 他的哥哥是台大的 醫學院的 資深教授 他兩個兒子 醫生 那當然都不在國內 都在美國 一個什麼啊 這個一個 一個不知道什麼 他自己在年輕的時候 乳癌 然後就做化療 就控制得很好 他退休之後 嗯 七十幾歲 快八十 快八十歲了 腹部有一些硬塊 然後就去做 欸 腫瘤 他說 唉呦 我上次有講過 硬的東西 大概都是不好的東西啦 欸 就跟他做化療 他們這種 那個時代的人都很提話的 日本教育的 都很提話 醫生講什麼 那就做 然後我去看他 他問我說 我會不會做 我說 他問我要不要做啊 我沒辦法跟他回答要不要 我跟他說 如果是我 我不會做 如果是我的父母 我也不會讓你父母做 現實不會難事 他的哥哥叫他做啊 因為哥哥捨不得他走 他的兩個小孩 在美國叫他做啊 嗯 我在想 這樣的長輩 他需要的不是做啊 他需要的是你們陪他 走那一程 不是這樣嗎 欸 結果你看 這些醫生世家 他自己 欸 最後也是 後來 做了 就和平良 欸 好 那再來 馬英九要上任 健 那個第一任 內定的那個 內政部長 廖峰德嘛 爬上的時候突然 欸 那是什麼 心肌檢測 你要不要急救 到底心肌檢測 要不要急救 不要 會看狀況 什麼狀況 因為像我公公那時候 六十五歲 他突然就AMI 結果那時候高一說 心肌檢測 剩下十分之一 就還是急救 他在勤勉 早上那個時候 沒有 沒有血壓 沒有意識 就整個沒有 但是就解救 解救後來 活了十幾年 所以 但是我想如果今天是七十幾歲 身體狀況不好的時候 因為我公公到那個時候 還不會吃掉 肯定他身體是很好 可是我覺得我們急救之後 他生活可能是跟之前不能比 但是他 他也希望活著 所以 但是他後來講的 不要再跟我插管 插管是很多 可是他後來活的十幾年 是還好狀況 那 所以我想 那的急救要看 他的狀況 還有年齡 我覺得看年齡 年紀大了 就順其次了 每個人都這樣 你這一次如果不走 你現在是要選擇哪一樣走 但是到時候 大部分我們都會捨不得 年紀六十五歲 我們會覺得還太年輕 但是你如果沒有遺憾了 等一下聽聽我 我六十歲 我會做什麼決定 那個 那個 長尿病 這一次到急診室 是一個糖尿病 他獨居老的 到糖尿病 到被發現的時候 送到急診室 已經沒有直覺了 什麼意思說 就要急救了 急救就衣服都好 還準備壓胸 我發現身上都長黴菌了 後來把家屬叫來 要不要急救 要不要再繼續積極處理 如果你是那個家屬 你會怎麼味道 你紅了 紅了 紅了 一定要救 會什麼 會什麼 自己的親人 自己的親人 你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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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太深奧 這個要遇到了才能夠決定 當你遇到的時候 你都來不及 如果沒有上次堂課 你都來不及 你真的 等一下你聽我講 你大概都會發現 完全難不及 我遇到了 沒有人感受不要 你還有其他兄弟姐妹啊 你怎麼決定不要 好 即使你沒有兄弟姐妹 你突然發現 你也不太感受不要 那你的聯盟 你以後怎麼過日子 你的 你怎麼面對你的認識 但是 現在問題 我會覺得 有時候在集中 會遇到很多問題 不是醫療 但是醫療的問題 獨居老人 為什麼是獨居老人 沒有人照顧 你在救起來 更麻煩 但是 家族 他事實上 他讓他獨居 他也內疚了 但遇到這種事情 你再問他 任何一個問他 他再怎麼樣 要有他自己的尊嚴 我看大部分都是在拚 這獨居老人 那應該還有安養中心的老人 安養中心的老人 大概就有家屬 有給付給員 安養去照顧他 但是 年老他總要 不斷的感染生病 失去 那到底要不要積極呢 各位有沒有人去過 那個呼吸照顧中心 看過 很多長輩 他就 查了管子 就看過了幾句什麼 其他人 應該有機會 應該要去看 查了管子的人 有一些 他沒有知覺 但有一些 他有知覺 你講什麼話 都知道 他眼神 他只是管子 拿不掉 拿掉他就活不了 這種情況 他可能半年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都有 那 這是 王曉銘 各位聽過他的故事 情緒的時候 他是工商女中的 儀隊隊長 結果車禍 就好像是幾歲 他就分離 等他 父親 離開的時候 他都還在 後來就騙他 兩個姐姐幫他那邊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 發生這樣的事情 真的很 非常 但錯誤不在他 就是造勢者 但我們法律對造勢者 過世 傷害 好像不是要 要 突行 也沒有幾年 還幾個月而已 但這樣 造成人家 一個家庭這樣 我想要從兩個層面 來 一個就是 要由你教育 以後 撞到人家 就當人家的造理 一輩子捏褲子 要不然 你惹事情 結果讓人家 做家庭剝稅 然後整個 這 不合理 第二個 寡力好像太 太縱容 對那些 太寬容 我認為寬容沒有錯 但是寬容應該要有 教育的意涵 如果這些人 他沒有教育好 再出來 他還這樣 哇 因為他 他 這樣的行為 然後讓很多 善良的要 要受苦 那我覺得這樣的法律 是應該要 要 要調整 但是 像我這樣講的 不多 大部分就是 反對 然後 死刑 反對那些 那種比較大 我想這個就是 民眾沒有把 他的意見表達出來 我們剛剛提到 那個 植物人的狀態 如果他 那個 法律代理人 他可以 可以 可以要求說 就把他的 他雖然插了一個管子 好 那 就 行事走路 連水也不要給他 食物也不要給他 各位認為 可以這樣做的請舉手 沒有 人家有三十七八十二 我們這邊的人 認為不可以 給他 不應該 我們不要想可以 不可以啊 認為應該好了啦 應該 就 那個行事走路 食物水都不要給他了啦 讓他 就 就走掉了 認為這樣 可以這樣的請舉手 沒有 認為不應該 這個 你還是要 要給他 只要他自然走才能走啊 認為不應該的請舉手 不應該撤掉 不應該撤掉 認為哪裡決定的請舉手 在我看來 拿你決定就是不應該 你拿你決定 所以你也不敢跟他拿掉啊 不是嗎 當 這些 感染的人 他 這些 我們說 植物人 他呀 有一個 病菌感染 比如尿道發炎 或者是肺炎 那 認為 應該要 積極再把他 感染控制好 對 三個選項 應該積極把他控制好 第二個 啊 順其自然 給他就好了 他生死由命 第三個 拿你決定 再問 題目再一下 第一個 積極治療 拼了 第二個 順其自然 第三個 那你決定 來 第一個 積極治療請舉手 好 情況下 順其自然 不積極治療請舉手 好 那你決定的請舉手 好 所以 大部分 三分之一強 說 應該要基治療 這是人性主義的 人道主義 因為不積極治療 我更會選擇第二 這會牽涉到我們那書提到的 如果他有意志 並且有意願 那就他的意願書 如果他沒有意識不清 也就是同意書了 同意書也是很麻煩 家屬那麼多人 你要完全同意是很麻煩 到底在危急生命的時刻 我們到底是 什麼時候應該急救 什麼時候不應該急救 怎麼樣的決定對 病人是最有利的 怎麼樣決定對請教人最有利的 怎麼樣取捨 不是啊 政府沒有很教我們耶 這不是應該政府沒有要做的事情嗎 在醫療的處置是 如果這個病人危急 但是他清醒 我們是讓病人自己做決定 大多數我們遇到的是 病人都昏迷的 我們就 他家屬要做決定 我們看到大多數的情況 就像剛才那樣 欸 家屬放了手腳 根本沒有心理準備啊 剛才 沒有遇到這個狀況 問題 當你遇到就是 你要下決定了 家屬放了手腳 沒有心理準備 不知道該怎麼決定 還有更多的是 你要這樣 他要那樣 那一個又要第三個意見 醫生不可能聽你這次的意見 這樣以救為主 醫師他的角色 我們大概定義為救人 但是 你看到 有一些常常到急診室 到那邊是 呼吸心跳停止的人 到底有分急救啊 心臟病 剛我們講的心臟病 他也可能呼吸心跳停止啊 也有可能救起來啊 也有可能救起來 是變植物人啊 沒有人有幫我給你打包票啊 那我們根本不知道啊 嗯 家屬根本分不清楚 他到底可急救 不可急救啊 醫生會說 不要 不要停 我怎麼知道 我既然送到你這邊了 尊重你啊 那當然就是 就是急救了 因為 那個呼吸 如果你 幾分鐘沒有呼吸 一分鐘沒有呼吸 他腦就會受損了 那到五分鐘 根本就損害更多 何況你在之前 就缺癌那麼久了 所以 到醫院一般都是 趕快就跟你押胸手機 就插管 所以大概是沒有時間 能夠 去解釋 讓你做決定 除非你 你很快 那問題是你很快 做決定 帶到那邊 那為什麼要帶到那邊 那你就找醫生就好了 到醫院的用意 就是你不確定 一般醫院的主題二層 就是先救病人 再跟家屬解釋 剛才提到的是 生命重點是 反而我們沒有一起突然一個 突然案件 案例出來 那另外一個情況是 已經重症的病人 他可能是默起的病人 他也到了危機的情況 那這樣 他就有思考 他還是清醒的人 那是不是要 不顧一切代價去醫院 上面 他就有機會去思考 所以去觀察 這些病人 受毒的時間長 但是他有機會 找到瀟灑 因為他 他還活著 他還清醒 因為有較少時間來思考 你就有尊嚴使用這個問題 這些疾病 這些疾病就包括 癌症末期 運動 神經緣 末期的病人 其他發到疾病 有心臟衰竭 恢復 慢性氣道阻塞 肝硬化 肾衰竭等疾病 這些病人 他通常 被發現 的時候 有癌症 但是 他功能都還好 但是 有一次壓力 感染怎麼樣 他就可能 病敗就想到 就很快就走掉了 但是他在這段時間 他可以有時間去思考 那另外 剛剛已經講了兩類的 一類是 緊急的突然 沒辦法 你沒有上課 你大概 你沒有一個練習 你大概都 都很難去處理 第二個 剛剛講癌症 因為你脖子 所以你有時間去思考 第三個是慢性病人 這邊有沒有糖尿病的病人 有嗎 糖尿 我們上次有很久的健康 提到 他沒有照顧好 他會怎麼樣 有 眼睛 腎臟 腎臟 還有呢 他可能 那個容易受傷 那感覺是容易受傷 傷手感染 可能就 控制不好就要解肢 控制得很好就不用了 然後 然後 如果這控制差一點 就 腎臟會受影響 就會 幾腎 如果 眼睛控制不好 就 就 人生就變黑白了 就不是彩色了 控制得很好 可能你死了 他這些症狀都還沒出來 所以慢性病人他不是重症 他沒到末期 他常常會進出急診 一般都可以救活 要不幫你救活也很難 一般都可以復原很好 但是 你總有一次 治不好 這一次治不好 下場就很慘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類似臨死 你每次都想說 咦 上次又救得起來啊 那這次突然來這樣 所以 這個病人他受苦時間長 但他走得沒足量 因為他 這次受傷 揮護 揮護得還不錯啊 這一次又 這就是 急診性在重症的醫術進步 他就可以幫你救起來啊 可以幫你救二十四人幫你救起來 所以你要在急診室 如果清醒了 要離開還不容易 但是 最後一次你沒有預備 哇 那一次你可能就 會走得 像 剛剛講的 第一個情況一樣 因為你都沒有預備 症狀很老化 就慢慢的會 可能會衰退 如果我們希望去太極場 或是這樣 自己 他能夠不衰退 也是最好 你看 洪教練還有 你有機會去聽的 能幫秀梅老師演講 七十幾歲 那已經 雖然你一矮 但是 一二十年不生病 欸 你看人家是怎麼去 照顧他身體的 都是知道我們學習 好 到底 如何走得自在 如何做選擇 我們跟他講 那三個情況 就如這個師兄講 我們突然覺得 我們覺得 突然來一次心肌梗塞 可能還 輕鬆一點 突然就再見了 那到底 又不要急救了 對 你看 好 歐姓明先生 歐姓明 遇到緊急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急救 在看狀況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解的問題 我們的決定常常是在很短暫的時間 那怎麼說石楊姐 因為 你可能 現在的決定 你可能會抱歉眾生 因為你會覺得 別人只是自己決定下個錯誤 那也有可能 這個決定之後 會變成世書 就是 恐怖的仁慈 那一本書講的 就病人苦啊 病差了一個管子啊 家屬痛啊 醫療人員無奈啊 國家才正常 好 這個問題 真的是很難解 大部分人都 怨婢也不敢去正視他 比如 各位 你敢跟你的父母講這件事情嗎 敢的請舉手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說 你應該把你父母帶來這邊我來講啊 有你們講說不合適啊 老實講是這樣啊 不是這樣啊 年紀更大的 你應該把你的小孩帶來啊 我來講啊 小孩又有那麼多個 應該都要帶來 不然 講一兩個也沒用啊 其他人都反對啊 嗯 因為大部分人不願意 也不敢去正視他 因為這也會讓他 很掙扎很震撼嘛 雖然很震撼震撼 確實沒辦法避免 那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解啊 我覺得 只好 把他活生中 拿到整個 這節課史上面 都來講 讓大家痛定思痛喔 刺到心態裡面 刺到你內心深處 你才有那個 要認識他的覺醒和覺醒 我個人認為 要發揮這個難題喔 如果尋找我剛剛這樣講的方式 你去理解他 一般方去解他 任何都會受傷啦 包括我都會受傷啦 你除非用另外一個觀點來看待死亡 這件事情 五個 覺得齁 死亡是 人世間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齁 不管 你是什麼行業齁 齁 不管你多富有齁 多悲賤齁 你最後 都一樣 應該要健康看待死亡齁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你活到兩百歲 你上面還有兩百五十歲的 爺爺在管你齁 看你怎麼活下去 然後看你嚇著他 我們現在一個長輩 我們就活得很好苦 你看 如果我們可以活到三百歲 四百歲 然後好 五十代一個長輩 你看 我在這邊呢 家庭應該承受不了 社會也沒法承受 所以 我認為 死亡齁 是一個很自然的生理現象 他應該要被期待齁 如果不死亡 這樣才可怕 這個社會很快就崩潰了 他是一個很自然的情況 他應該要富有教育性 我所說的教育性是 應該讓 你的子弟們 有機會看到死亡的過程 看到之後 他才會更珍惜 自己兵出狀健康的回復 但是我們現在的情況是 現在有人在家裡死掉了嗎 很少耶 幾乎緊急就送到醫院 他醫院就 就剛剛講 那些 把我標準標準都做起來了 差不多兩個人 都不讓小的去接觸 所以 家人 他都沒有辦法學習到 面對死亡的那種震撼感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他就沒有教育的意義 所以死亡 在我們基本上 他更深層的意義 是應該要 讓活著的人 活著更好 不是應該這樣嗎 我們 期待我們的 小孩 他應該活得比我們更好 讓他看見死亡 他就會 對未來 有個 省思啊 該注意身體健康 就注意健康 雖然事業 要打拚 但是身體更重要 然後 想要 那個 孝孫母就要趁活著 所以 那些都要 看到那個死亡 他才有 他才有可能 做這些 動作和安省 如果他沒有看到死亡 就這樣 一個人就走掉 他也不清楚 他受苦的情況 他也沒有那種 震撼感 這樣 我們長輩死亡 就有點可惜了 我們 沒有忍到 希望自己的反眠 會被病痛折磨 但 善終到底都不容易 這個時代 我的看法是不容易 醫學不發達 以前這個抗霧書的時候 反正也沒有呼吸器 也沒有插管 反正 不行 就躺在自己床上 最後會傳 傳傳傳 然後就走掉了 對 在正直的時候 正直更瀟灑 這個歷史上 最瀟灑的正直 正直不是 躺在正直上說 把我的右手放一放 左手放一放 身體放一放 衣服穿得還好 他說 我折瀟灑走了 就沒有遺憾了 真的 很少能夠好好的 衣冠整齊 沒有傷口 沒有死在自己床上 除非你是心肌梗 我們身邊很發現 所以 反而是 那樣的 還比較好 走得比較好 光 有體面一點 現在的醫療 很多人 太多人 離開上面 有很多冰冷的管線 我們這裡 有人目睹 看過人 斷氣的人 請舉手 這麼多 這麼多 就眼睛看到 他這樣 走掉 你是 很怕 還是什麼問題 他住一 其實是好幾年 不是住好幾年 是大五年 什麼幾年 他那個算是血液問題 到最後 就是到 有靜安理病 好嗎 沒有 就在交互病 對 有交互病 對 因為他的醫師 從頭到尾都是清楚 清楚的 所以 所以 後來 他要走 之前一年 他就說他很快走 所以後來是在醫院離開 還是在家裡 那個 在醫院 所以差不多 而且我覺得醫生 他兩天都知道說 差不多 他們就從儀器裡面 就會跟我們講說 很難交上來 沒有 他問我們要不要再繼續修 然後要 就是 他就會開始就是 從 氣簽 然後 就是 會開始問你要做什麼 結果到最後就變成說 馬上這次糖尿病 血糖過高 然後要 就等於說要從那個 大腿的動脈 就是那個 打那個 所以要再急救 我們說那個是很痛 會不會痛 不要 因為他之前是 在家裡 就有一次 然後第一次休課 把不能全部被下包 就是急救 然後 早上六點就通知 那 是 練習 所以 大部分的人走掉 都是很多管線 經過很多醫療的處置 所以 要想要終止 嘿 我們到底現在是進步還是不進步 時代文明 好像讓我們 臨終這部分好像不是那麼漂亮 各位要覺醒 覺醒就是自己要 要有聲音 自己要做主 那到底 臨終過程 臨終的方式 要由誰決定 各位對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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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我是覺得如果 用來的意思 請你幫自己進去 沒有 好 好 我 我今天聽見一個 心中科的意思 就說 我們沒辦法辦理神的上帝 就像 剛提到的 明明就斷氣了 然後 心肌梗塞 聽起來 你看這個 師姐他爸爸在多國四年 老師 我有一個故事可以跟你們分享 而且是 就是 我一過可能是第一 第一個 我們班上第一個 拿到那個什麼 像仁慈說 那一部主 然後對 然後 那時候我們不是有一個禮拜 是休息嗎 對不對 那我有一個朋友 他爸爸二度中風 已經在床上躺了三年多 他一個月賺了三萬塊 他爸爸就花了兩萬多塊 那他一直 一直想要說 讓家裡面的經濟更好 但是他要養一個媽媽 爸爸又躺在床上躺那麼多年了 那我看那本書的時候 因為我看書的速度很快 那剛好那一個禮拜 我們又放假 我說我有一本書還不錯 建議看 他看了那本書以後呢 還給我很不幸的時候 他打了一個line給我 他說 我爸爸的醫師 已經向我說 提出那個急救 他可能要叫我 看要不要放棄治療 那我就回他說 那你爸爸如果在急救的話 他的狀況會怎樣 醫生一直講說 跟我講說 最壞的打算就是變成植物人 那我要放棄治療嗎 那我又給他回說 我那本書見你看了 那能面對生死 因為我在我手裡面 我爺爺我奶奶我爸爸 都是從我手裡面送走他們的 那我對這個生死 我看得很開 那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那是你爸爸 你的親人 嗯 不是我這個做朋友的 可以幫你決定 那後來他就跟他講說 跟醫生說他決定放棄治療了 結果他第二天就走了 那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這樣子做對嗎 然後我那一個禮拜 我就很難過了一個禮拜 我說我這樣子做對嗎 我一直在跟我自己的耐心掙扎 那後來我往好一點的方面想 我就想說 或許這樣對他也好 因為他已經躺了三年了 那再躺下去 結果應該也是一樣吧 所以要下這個決定都很難喔 醫生也是一樣 你知道我們每天那個 我們 其實醫生是很脆弱耶 每一個都在他手上死去 他就像法官一樣 他是因為自己因素讓人家死亡的 所以那一種 那一種 不敢面對死亡的那個 不敢面對死亡的那種心態 也都是咧 雖然你看那幾本書 那幾個都是重症的 所以他們已經都在遇到症癌 但是我們老實說 你在診所看到那些醫師 你問他說醫師你有沒有看過病人死亡 所以你看到病人死亡的訓練 也不是那麼多耶 嗯 真的 除非你有去教護病人過 你去教護病人大概有六個禮拜 你也不一定有看到啊 除非你有在急診過 那很多意思是 這些訓練是沒有的 所以他跟各位的情況也很像 所以遇到一個人死亡 這對任何人都是一個 我到底是 要怎麼 我做這個決定 到底 以後我日子怎麼過啊 所以 都只能 把事情放開 然後讓那個家屬自己決定 那家屬 你跟你的朋友講 我覺得問題沒有解決啊 應該他 他的兄弟姐妹都要 要自己一起做決定 不然這些事情 到底 內心是 我們很多習慣就是 就是因為你下決定啊 所以我才說 這樣一個 還你各位 你就帶你那邊來 你如果沒有帶來 你就 雖然你知道了 但是你要怎麼跟他講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要怎麼跟你父母講啊 很難的 你到底要那個時機點 你有沒有那個時機點 你不能很刻意說 欸 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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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他覺得你在幹嘛 過年 還沒過年 就跟我講這個問題 問題 家屬太難講了 來上課 很難講 是他自己跟我講的 來 好 我們在想 如果能夠心難體的 好 無幾個鐘 在睡夢中過世 太難很可謂 我 吳醫師就是剛才那個 那個 洪教練講說 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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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個洪教練的 的那個 一些 一些動作 都在你 我們什麼都有 對不對 他教了一些 太極拳 拉斷筋 那個都有樂法 今天 在這個壁上面 可以收集很少 我都很過戰訓 那個是 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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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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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他沒有 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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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時間了 下次我再請他 待會把那個 寄給同學 好 這種的 我們覺得 看他很可貴 你看 我看吳醫師 不是沒事情做 我們希望 努力做一點事情 能夠讓自己有機會 睡夢中 離開 還要跟子弟交代那些 太麻煩了 靠自己 靠自己就努力 我們看有沒有機會這樣 然後 我們也看過 經典上 有人說 有些人可以 預知命中 沒有病痛 這種人更頂級的 這種人又心安理得 這種 停在第一等人 大概 我們 追求 能夠這樣 那當然最好 那如果不能這樣 你是第一個 睡夢中就離開了 我覺得 這個時代 如果是這樣 那太棒了 不然 你那時到時陰 我看都沒有一個很好 你看 老師 有一個方法 過世很好 我爸爸和朋友 他們一起去洗溫泉 結果男生一間 女生一間 其中有一個男生 他進去洗的時候 他就跟他講說 你在洗的時候 要唱歌給我聽 我們才知道說你沒事 結果他就一直唱 就一直唱 他在外面泡茶 結果說 奇怪 怎麼沒唱歌 結果就已經 已經那個了 那我認為他應該也是心肌梗塞了 他可能是一個不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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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心肌梗塞 你沒有 你沒有再把他急救 你再把他急救起來 他可能 下次可能就沒這麼棒了 但是我們 另外一個思考問題 他如果是五、六、五十歲 那要不要急救 應該是要 那我再講第三個 如果你是一個有病痛的人 但是你有很好的信仰 你一生你都很當當 都沒有做出快心事 你是心安理得 但是你心中不明會有醜苦 不是嗎 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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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皺眉頭 皺眉頭 不舒服的感覺 雖然你行善了很多 所以我剛剛一早 一來 我不是提到 心理寧靜的學問 那就是心理寧靜的學問 應該幫你處理的 健康的問題 你就要用健康的方式 所以 最好是 就是 好好的 把我們 療法推廣 讓我們的病痛 能夠減輕 這樣 我們才比較有機會 能夠走得比較淡淡一點 所以我們這個派基場的課程 是以身體健康為基礎 然後 再也不如以拓打人生觀 希望有一個美好人生 那心有意義 對社會有貢獻 那 剛提到說 我們遇到 家人 做上面 到底要怎麼決定 大部分是沒有什麼概念 這個是醫學生教學的 影帶比較難一點 大部分人不會這麼複雜 王沛 看得到嗎 你覺得他怎麼了 他在放嗎 對不對 他不是邊間 他是 這個病人是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然後 打不出去 沒有癢 腦部缺癢 他的電腦是腦部缺癢一起的 根本的原因是心肌梗塞 所以他會懂 但是 心肌梗塞 不一定每一個人都會懂 所以 所以我跟他說 他 他是在醫學生教學 他跟你講說 當有人這樣 然後又 因為抽筋的人不會這樣子 不會有那種情況 那你還要跟他賣婆 抽筋的人會賣婆啊 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沒有啦 所以 你把它通過電腱 然後你打放電腱掉 打十字也沒用啊 所以剛剛那個教學呢 比如說我剛剛 要跟各位講的就是 每天都遇到這樣的機會 對啦 那 我講我自己 好了 因為 就 我是一個醫療人員 我講我自己 我自己 的 規劃是 更是不住院的 住院哪有教育 我 會 期盼在我自己熟悉的 環境 回歸寧靜 那 所以後來 我連我小孩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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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啊 第一個有保 我這樣早事久了 我發現 我們就連出禮方式 我大概都不會出院啊 該給他藥就給他藥 該針就針 就針灸啊 反正 就 都 都可以恢復啊 嗯 那 後來我的老二 我就不給他保 保那個了 我太太受不了 他還是偷偷給他保 因為我屁股我們家庭 如果以我的思想這樣 用不太大 我也不會去啊 那都給他賺 什麼 他吃上健保 吃當時都請問你 不需要再花那些錢 再去保那些啊 那些就是你給保險公司賺走而已啊 那些就是你給保險公司賺走而已啊 我個人 覺得 如果要聽到了 那 我經歷的一切 包括 成功、失敗、得益、挫折、痛苦、別離 就去承受它 面對它 承擔它 努力了那麼久 就對自己的心有負責 也可以跟那個心中的老天爺對話 我覺得 我們來上這個課 不也是想要 跟心中的 最深處的老天爺 到底是 這一個 生命要 要 要 要辦你怎樣角色 要做什麼事情 讓自己 沒有 沒有遺憾的離開嘛 好 所以 應該有四星規劃 如果是 我大概六十歲的時候 大概 就應該 會準備立遺族 那我們現在剛剛提到說 危險的時候還清醒 那當然就 我可以做決定嘛 因為那是我專業嘛 但如果危急的時候不清醒 那怎麼辦 我就只有遺囑喔 各位你要想 如果有一天 你危急 你又沒有清醒 慘了喔 你又都沒有交代好 你沒有遺囑 那就 就 後續很多 沒辦法 那個 好 你想要不急救 但是 你的小孩敢不急救嗎 你也都沒跟你的小孩 討論這些事情 那你只是心裡想說 你不急救 好 你跟你老大說 你不急救 你老二也不知道 你看老二也敢不敢 健保卡不是可以送去 說不急救 健保卡不是可以送去 你沒有救嗎 或者你 你不要出去 對啊 對啊 雖然我們應該尊重 尊重當事者 但是 死人不會告醫生 柏人才會告醫生啊 沒有啊 之前是報告有一個 他不想急救 那爸就 醫生把爸就救起來 那爸就救起來 他哪要告醫生救的爸 這怎麼很明顯 對 醫生 除非很確定 你全家人都不急救 他才肯做不急救 你如果有一個人要急救 他的感 他沒有那個感 醫生都很沒檔 你知道嗎 他爸爸救活了 結果他們家屬要告醫生 好像要請人家來告什麼 那就是不明啊 你送到醫院 不然醫生不急救 你叫醫生做什麼事 你看 救起來也被你們告 所以我跟妳講 沒檔 這是很沒檔 來一個叫救一個 還比較不會有問題啊 最好的方法 我目前認為最好的方法是 找委任代理人 他的法律效應 聽喔 沒有聽到到時候 你沒有找法律代理人 那個委任代理他的法律效應 稍微高於你的子女 也就是他 就是相當於親信的你 所以我就會找恩老師 恩老師可能會找我 因為我們關係夠好 我當然可以跟他 但是醫療人了 又不能 幫你治療 醫療人了 又不能當你的委託人 保障有一些射限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有一個很好的團體 他有相同的那個 他才知道 你要往哪一個方向領中 他可以互相幫助 所以楊老師麻煩你 好好照顧身體 你就幫我們 你從一個健康協會 你就當我們的 分配一下 誰負責照顧誰 誰負責聯絡誰 不然搞 有委託代理人 那個委託代理人 你的保利地位就靠你 你兒子你也講什麼話都沒用 但是要有委託書還有兩個見證人 委託代理人不是說財產給他喔 只是生命這件事情而已 財產你就用你的遺族去那個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的財產會被委託代理人把你拿走 那委託代理人要比你的小孩子要先到醫院 是啊,沒錯啊 是這樣沒錯啊 要早知道啊 所以這個健保卡上面就貼一個那個 我的朋友帶你來小孩子 就是這樣啊 我的看法是這樣 但是目前知道人不多 了解這樣醫生也不多 我是 我就對這部分有想要了解 所以像我這樣去生日的醫師不多 可能無醫師可能 或整個不是 健保卡上面可以註跡委託代理人嗎 不行 不行 然後知道健保卡好像只是註跡那個 不急救 不急救怎麼註跡? 診所會註跡嗎? 健保局或者是大醫院 所以大醫院他就有個問題 所以委託代理人是不能出現的? 是一個無界 是一個委託是無界 你要... 那一個委託代理人給你找什麼 好... 好... 這一個找好幾個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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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喔 我才六十... 剛剛講六十歲 一定要立一組齁 如果喔 六十五歲以後 依我來講 好... 如果遇到急增一十不輕齁 雖然是很傷感 但是每個人總有一次這個機會嘛 我個人是希望 能不急救就不急救啦 就讓我回歸自然啦 除非 我的子女還太小 還需要人無助 除非我的妻子還太脆弱 還需要人陪伴 除非我的父母還健在 還需要人照顧 那... 那就... 病... 病... 病病血好了啦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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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各位要了解 即使急救了 你也未必能夠給我醫院來健康啊 有可能我們剛剛提到的 子女、妻子、父母 這些問題都沒辦法解決 反而支持整個家庭 跟陷入醋油餘產物的氣氛 各位 那個... 我們明初四公尺 有一位叫沈君山教授 還在躺 對,還在躺 他親到校長 那麼大的那個 聽說 趕快調走 就跟他 你以為絕對不要把我那個 後來 醫生聽他的話還是聽起來的話 聽起來的話 現在還在躺著 那bars 啊 那 Is He要 tumble 因為他兩個小時要晚身衛生 要看他入床 任何都沒有 那最好,那就是好好接受我們的建立自然療法 好好協助吳醫師成立健康促進協會 還有一個網站,你去看 希望各位能夠支持 讓我們這個善惡力量能夠發揚 健康檢察就 好,你已經沒有照顧到你的身體已經重量 那就預防啊 讓你那些症狀還沒出來之後 你已經走掉了,那也沒問題 怎麼保健呢? 美國國際研究院注意到這個問題 健保有很多人 我們那些醫療,你要保養一個人 那洗身那些病人 那都可以讓幾千人幾萬人健保費了 那財政都是很可怕 那負債,我到現在都疑惑 這政府都是負債 那到底怎麼來償還 像我們自己一個家庭 我們負債怎麼償還 那政府負債怎麼償還 我被疑惑了 那我個人認為,凡事欲則利,不欲則患 靜坐到深度安靜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可以跟那個臨終的狀態相比臨 如果我們在靜坐的時候有擔心 有恐懼啊 那很好啊 你應該趁年輕的時候把問題找出來 你如果不找出來 你到年輕到的時候 這個問題我覺得更難解決 還有十分鐘內 還要再提嗎 有事情的就先離開 因為我們下個禮拜 還有下個禮拜的主題 大概也不能再回頭講了啦 據 那個 統計壓力指數 家裡有人 那個 死亡那種 統計壓力指數都很高 尤其是你的朋友死亡 其他家屬死亡 都讓你們的生活壓力 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那很多宗教 他大概也是想要來反解 我們面對死亡的這些問題 那我們東方 中國這部分大概 如大如山 三家大概不是分得很清楚了 那西方大概是處於 那個 那個 那個教會的 的 的 的一個系統 那 統一教會 各位有人接觸過嗎 統一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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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文獻民 文獻民牧師 好像前不久死掉了 我都接不過耶 我這個 來自 好 我們還有一些 理官道禁 天地教 還有中國瑜伽 這些 也就是很多 試圖要解決這些生命的問題 那 我們下個禮拜會 介紹藝經 我認為下個禮拜 兩節課是 解藥 我個人 對我來講是解藥 藝經是 中國文化起源 它是白金之首 很多思想 幾乎所有思想都源自於藝經 我們現在講那個八卦 八卦也是源自於藝經 最早的藝經 我們說 五字天書 最早的藝經就是 五字天書 剛剛說還沒文字 就是八個卦 所以那個八個卦 後來 連我們化成的人 就變成那個卦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了解這些起源 你心中有八卦 那你還需要行事的八卦嗎 你心中就是一個八卦 你都知道那八卦 基本用意在哪裡 所以我個人 看待這些信仰 我都 喜歡把動作 是一個思想 一個學論來看 各位你看 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大概會像我這樣 因為追求 接觸那麼多 中間大概心裡不平安嘛 我之後有一些改變 就是 我個人 重新認識美好 我們很多人追求美好 這到底怎麼樣是美好 我後來歸納兩點 我覺得 認同過程就是美好 認同因果之初就是美好 我們結果可能都只是表現 未必真正美好 比如我們都期待很有錢 但是當你很有錢的時候 你真的就快樂了嗎 你那富二代就快樂了嗎 我們常常追求極樂世界 永生不死 我覺得那都是一個表現 也就是 它是一個 我們想要去追求那個 但是你真正到那邊 難道什麼事情都不做嗎 我覺得 那一個過程 你在追求極樂永生不死 那一個過程就是美好 這個過程只有 這個過程是美好 這樣 你才有可能加入人文的價值進來 你才有可能加入實踐的機會進來 你看富二代他就是 他沒有教育啊 他沒有加入人文的價值 還有實踐的機會啊 所以我個人覺得 人生的過程就是一個美好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學習的過程 第一個 那有過程這樣的話 我會覺得 那你做任何事情 那它就是一個過程 它應該都是美好啊 第二個 我認為 認同因果之初就是美好 對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 如果 因果之初是成立 那我就不用堅持正義 那個 把俠客都一直攔在自己身上 那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公平 公益正 正義公益自然會實現 到哪裡都準 不管你是什麼職業的人 然後 那 任同 和那個認識 我覺得 可以跟上次我們講的 立地成果 跟試願成果 都一個相 認識就好像 有一個學說嘛 就是試願嘛 認同 就會產生 信仰的力量 就會去實踐了 所以 既然認同因果之初 是真實 是美好 那就會比較少 怨天留人 反正 因果之初嘛 所以 反正就自己做了嘛 就不會有那麼多怨恨 不平 然後想要把公益正義 自己扛著 因為 這些公益正義實現 他本來就會實現了 只是實現早晚 需要用一體生命 這樣去看待 橫桓實現的變化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 的認同 那 富有的人 他就比較不會吝嗇 因為 他慷慨幫助人 對他有利 啊 貧悍的人 就會更積極行善 因為 他這樣做 對他也有幫助啊 啊 想要做 惡的人 行不善的人 他就有顧忌啊 所以我 我認為 認同 因果之初 就會美好 這兩件事情 對我來想 是一個大的轉變 那我們下個禮拜會提到 益金的思想 如果再把益金生生不息的思想 加進來 再加上因果之說 那你就會認同 人生過種所遭遇的人 並且考驗就是美好 你遇到你這樣的妻子 你遇到你這樣的小孩 那都是一個 讓你要去解決 你欠缺的那部分 你只有完成了這樣的考驗 我們才有可能趨向於美好 所以 承認並認同 我們本來就應該經歷 我們所遭遇的一切考驗 心中就不會有太多的怨言 那所以 臨終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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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段就 下個禮拜好了 很晚的 大概還要再十分鐘 就下禮拜了 讓那些潮手的也有機會 難到一些 很晚的 各位回去小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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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